Hello,大家好,我是胖鸭,胖鸭明天准备去新加坡了 这也是胖鸭第一次出国 胖鸭现在申请真的是非常的兴奋,也比较紧张啊 因为是第一次出国,然后英语也不是很好 真的还是有点紧张的 但是人嘛,总要跨出第一步是吧 有了第一步,然后才会去更多的国家 这是更多的美丽与风光 然后我是订了早上八点的机票 因为现在是春节期间客流量比较多 所以我们要提前三个小时去候机 因为太晚了,公交地铁这些都没了 出租车又比较贵 然后胖鸭也想多睡一点觉 所以说我提前在那边订了酒店 明天我就准备出发了 然后我现在就准备舒适行李 然后跟着胖鸭一起去看一下准备了哪些东西吧 胖鸭准备了一些夏天的衣服 因为新加坡那边是夏天嘛,还是比较方便的 不像这冬天这衣服这么厚 到时候一个行李就装完了 然后因为那边的饮食比较清淡 胖鸭是四川被整 所以说就带了一些榨菜 然后老干妈 然后一些酸辣粉之类的 然后就是一些化妆的这些面膜这些 然后这些就是液体的洗漱用品到时候安检 我害怕它让我拿出来看 所以说我就放在这个水手的这个包包里面 还有这些石头的一个自拍杆 因为到时候我一个人嘛去旅行 所以说比较不方便 可以自拍杆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好了就是这些东西还是比较简单的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胖鸭 然后如果想了解新加坡的一些人文风景 然后可以关注一下胖鸭哟 好了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拜拜